虚拟銀行的牌照他們要求其實都不是鬆的 以前有些人以為可以用一些比較上傳統性的銀行業務 但用一些遙控虚拟地去做就算是虚拟銀行的業務 但其實我們需要的就是虚拟銀行的產品 特別是需要那些革新的創新性的產品 所以他們比較想多些銀行、傳統銀行和一些科技公司合夥 變成可以取得真正金融科技的優勢 所以這個一定是會分批的 當然數目方面金管局會在這幾個星期內交代 其實都要看他們本身提供的建議 金管局審閱那裏見到是否適合香港的環境才決定